大家好啊 今天是阿明来美国的满了第七个月 来美国七个月了 我是去年10月9号到的 今天是5月8号 七个月 简单聊一聊七个月来的感受吧 以及各项阿明想来这里 阿明想就在美国不走了 然后自己心生的一些计划也好 愿望也好 距离这些计划愿望的实现的进度怎么样 以及各方面工作也好 生活也好 whatever 整体来说呢 整体来说都在计划内 只是进度 因为阿明是个急性子 做什么事情都是急性子 我干活 铺地板刷漆 或者我做饭下厨 或者干什么 我都是快节奏的 高效率的做 因为阿明是个急性子 所以我总是希望计划快一点 再快一点 但是有时候实际不成熟 我也没办法 但我不会因为我的急性子而坏了事 急归急 但是有时候急不来的情况下 我也还是默默的等待机会 就像狮子不猎 那猎物不在跟前 你如果冲刺打不到 猎物会跑 那就再忍耐 再忍耐 但是如果机会一旦来了 扑过去 所以总体而言 这七个月来 像现在陆陆续续有人加入到我的队伍里面 后续还会有一些人加入 我想阿明的团队应该会慢慢的形成 但是我也不能说所有人最后都会愿意和阿明一起做 我对这一点不抱有幻想 中途可能会有人离开 比如说他做一段时间说阿明我不想做了 那我也不能强求人家 或者说阿明我觉得各种理由 所以当时我要为有一些人的中途离开 腾足空间 那么有个三四个人四五个人就足够了 这个团队就足够搭建起来 那我再独立出去去接活 就很很顺其自然了 然后每个人最好是每个人都有他很擅长的某一项 比如说我很擅长电工 我很擅长贴装 我不擅长什么东西 一分工一搭配 这个团队的架子就建起来了 所以工作上都是按计划进行 只是进度有点慢 但是没有办法 然后关于那个案子方面 其实案子已经递交了 这个月下旬要去打指摩 阿明对面谈的通过不抱有太大希望 但是我依然会努力面对 不抱有太大希望 我倒挺希望我的案子能捅到最高法院去 因为我实在是看到很多中国人 怎么说呢?我不想谴责那些假庇护的人 我想谴责那些你留下来还在美国作恶的人 你留在美国还在美国作恶的人 我希望把我的案子捅到最高法院去 然后我猜等那个时候大概是几年以后 我猜几年以后 我这个视频的影响力 不说影响力 就说这个关注度肯定会比现在好 至于好多少我也不知道 我做我的视频说实话 就类似于心不在焉的种了一些花 种了一些果 每天就是过去浇一下 至于你长成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我录视频就跟种这个果树一样 反正我每天去施一点肥 浇一点水 然后我就走了 每天看一下 长高一点点 又施点肥 浇一点水 我录视频就是这样的 随机录 至于这视频最后会做成什么样 我也不知道 但是肯定的是 等我的案子捅到最高法院去的时候 我的视频至少订阅量 或观看数量会比这个多 我也会把这件事情炒热 我想提醒美国政府注意 美国应该有责任 你是强国嘛 是吧 你有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嘛 你有责任 也应该去帮助全球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民 是吧 因为人生而平等 你出生就在美国享福 人家就要喝脏水 没有水没有电不能受教育 不公平 是吧 你得给人尽量公平 你有这个责任 但是你同时也有责任 做到公平 就是有些人想进来 想为美国建设 或者认同自由民主这个概念 却进不来 那些不认同自由民主 在美国不想建设 还搞破坏的人 还进来了 你在搞啥 你必须要有制度 来堵这个漏洞 就像佛州最近通过了法律 叫选举什么 选举诚信法是吧 选举诚信还要说吗 选举必须诚信是不是 所以要有制度来堵住这种漏洞 庇护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被很多人滥用了 所以我还挺想我的案子 不要过 我就要打到最高法院去 我就要把这个案子炒热起来 炒热起来 我要提醒美国政府 你不要逼中国人去作假 中国人如果他追求自由民主 他生在中国就是被迫害 就跟朝鲜人一样 他只要生在中国 人生在粪坑里 难道不是被迫害了吗 对不对 我为什么不能生在美国呢 我为什么不能生在英国呢 我非要生在中国呢 是不是 一出生就注定是迫害的 就跟朝鲜人一样 朝鲜人一离开朝鲜 就百分百给身份 为什么 我脱离了苦海 所以 只要他认识到自己 是处在大风坑里面 他要来到自由世界 那美国经过评估 觉得没错 没问题 就应该接受他 不要逼着人家去造假 案子造假 有些人案子造假是被逼的 但是暗民不造假 不过我也不造假 你就玩吧 但是有些人 你造假就造假 你造假了以后 你还在美国从事着反美的工作 就是典型的吃里扒外 所以我希望通过暗民微博的力量 去发出我微博的声音 按照通知月底去打指摩 打指纹 还有什么呢 我国内有一些好朋友 真的不错 我之前在国内做生意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 有一个生意伙伴 真的很不错 非常务实 他是我最认同的那种想得多 做得多 说得少的人 我最喜欢就是这样的人 想得多 做得多 说得少 他非常的勤 勤快 肯干 肯摸索 可惜他来不了 所以我也希望 暗民也希望在未来 能多认识这种想得多 做得多的人 少认识 整天说说说 暗民最不喜欢的就是 整天说 整天说 之前我跟一个朋友聚会 有个人 一来到饭桌 他一来说起 说到我打喝水 我想走 说到我先走了 我回去了 他还在那里说 他就不停 就这么爱说说说 重复来重复 打到你的话 刷存在感 所以暗民希望多认识一些实干家 有智慧 有魄力的实干家 少认识说跑的人 其他还有什么 然后暗民对美国社会的融入 也在很缓慢的进行中 我现在看福克斯新闻 或者是我收到任何 比如说来自DNB的信 来自于移民局的信 我都会把这封信读完 从上到下读完 就是尽量去 尽量去这些 能和本地人聊天的这种环境 现在学校还没开学 如果开学了 我就参加这个 college 社区学院 社区大学 去学英语 去认识朋友 所以融入 美国这一块也在缓慢的融入中 进度不够快 但是我也在抓住所有的机会 去融入吧 其他没什么了 一切都挺好 压根不想回中国 前几天做了一个噩梦 孟建 我不知道有什么原因 在中国 要出来 要出来 要想办法中爪出来 那个途中就是很焦虑 怕出不来 真的 不想回国 不想回中国 死都不想回去 当然人与人是不同的 有些人讲 阿明你太极端了 什么死都不想 你是你 你是你我是我 好了我也不想解释 你是你 我是我 我只说我个人死都不想回去 至于你 很多人 我之前 在那些所谓的移民群里面 认识很多人 他们其实是 怎么说呢 用中国的一句话叫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吧 他们其实对 他们其实 他们对中国也没有好感 他们对美国也没有好感 他们只对那些 我在哪里 我活得好我对你就有好感 他们没有什么明确的价值观 他们就是一个纯利益的动物 他们没有什么价值观 没有什么说 这个东西 我爱我恨 他没有那种东西 什么爱恨 又不是小孩子 他们就是有利就行 这是个纯利益的一个动物 所以对这些人而言 中国也没有什么必要恨的 如果中国给你钱呢 如果中国给你钱 你不就爱他了 这是他们的一个价值观 所以说人 所以说人与人之间 为什么不同呢 因为价值观不同 衡量人生价值的这个标准不同 有些人就是用钱衡量的 就像类似于 有些人说 我宁可坐在宝马上哭 也不骑自行车笑 就是他的价值观 不一样 他要钱 不要灵魂的 他不需要 灵魂什么东西 可以到饭吃吗 不要 我只能说人与人是不同的 阿明对中国的厌恶 我不否认中国也有优点 不否认 就像这个粪坑里面 也还有米饭 你找一找 那个粪堆里面 也有很多食物 没有消化的 它是食物 它不是粪 粪是粪 食物是食物 粪坑里面也有食物 你可以找一下 对不对 是这个逻辑吧 整体上 整体上 还可以吧 继续吧 时间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时间能还原 你自己该是怎样 你就是怎样 时间终究会证明 你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你该是什么人 你终究会变成什么人 我觉得那些努力的人 终究会变成 终究会 做成最好的自己 而另一些人 最终变成了 自己 最讨厌的那个样子 命运 都是自己造的 好了 拜拜